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装一下RAW Baby自行车 之前我们有一个Ride Bike 小朋友已经学的差不多了,可以自己骑 现在呢,把这个哥哥的给妹妹 然后哥哥有一辆新的 好,今天我们来开箱,装一下 我们看一下箱子里面打开 里面有零件,座椅,还有水壶呢 哇,先拿到橙 蓝颜色 蓝颜色 挺大的 这个,还有这个是吧 这可能是,跟我研究一下 可能不用装上去 Pull off 是一个拉东西 卸东西 还有这个 嗯 real baby 我看一下,之前买的是Royal Rider 这个的话,小朋友 现在也可以骑大概五岁以前吧 四岁五岁 差不多两三年,就差不多应该可以换 换大的 这辆车这么大,应该可以 可以骑个两三年 好,我们现在安装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有一个 sale service 的一个information 这可以 有问题到可以打电话给它 我们看一下,这里需要车头 辅助轮就不用了 踏板我们要装一个 坐垫我们要装 这坐垫好像有各种的型号 不一样的设计 我们的设计是 这个是 就是转的 所以我们 是要把这个转一下 然后把这个扣上去 把它扣紧就可以固定住 然后通过调节 上下调节高度 我们看我刚才 调节一下 这个的话,我觉得拧的时候 要往下打 比较好使力 因为往前打 它很容易弯掉 不好使力 要弄得很紧 还有个 问题就是 如果你调低了 这个瓶子没办法放进去的 再都在不进去 这是一个设计的bug 对 对 我们先这样 如果等 等我还回来了 看一下 这个高度 如果可以的话 就把它放进去 不行的话就这样子 就平常喝水用 我们看一下 这边是我们不装辅助轮的 直接装车头了 车头用工具拧一下 应该直接是 然后 这边塞进去 拧一下就可以 这边塞进去 拧一下就可以 这边塞进去 拧一下就可以 这边塞进去 这样塞进去 然后拧一下 这边 拧好了 快拧一下这边 然后中间对齐就可以 为什么这个直接从这里拧一下 就可以固定住方向了呢 大家知道吗 知道 请在留言区评论一下 好了 银钢和手刹都拧紧了 接下来我们装一下这个 这个反光反光灯 卡在这里就可以 看一下前面的灯 装好了 还有一个后面的 后面的灯 我看了一下 它好像有两个选择 这是前面的 对后面 我觉得 应该是在这里 应该是在这里 靠进去就可以了 好 我们试一下 好 最后一步了 我们装一下脚踏板 这个是拧的 这有一个方向 Left and right 是啥 应该是 right 装错了 装在那里边 这里卡进去 然后拧啊拧啊拧啊拧 最后拧紧的时候 用这个 再把这里用 用这个卡槽的 再卡一下就可以了 好 我们试一下 诶 这装好了 装的时候有点小插曲 因为它 左右的嘛 右边好像 顺时针就可以拧 左边拧了顺时针 我说怎么 是不是坏了拧都拧不上 这是应该是反时针灵的 好了装好了 打个气就可以了 哇 酷酷酷